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開始第20課 首先在開始第20課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下我們上次 在第19課的第二個部分 學會了什麼自首與自根 不知道同學回去有沒有複習 要記得複習哦 今天還會把測驗給大家 所以這正好是一個複習的機會 我們上次學會了 Spor 包子 種子的專業字首是 Sporo 然後海草 Seaweed的專業字首是 Phyco Soil 土壤的專業字首是 Geo 然後Mod 泥巴的專業字首是 Pelo Pelo 然後沙子或者像沙子一樣的東西 是Samuel P-S-A-M-M-O 島 像台灣就是一個島 島的專業字首是 Insulo I-N-S-U-L-O 然後石頭的專業字首是 L-I-T-H-O Litho 那如果是自根就是Lith L-I-T-H 接著我們就要來看二十之一 這個第20課的第一個部分 第20課是跟人有關的 我們會學到呢 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等等這些 我們第一個要學的就是人 人的專業字首是 Anthropo A-N-T-H-R-O-P-O 我們舉的例子是什麼呢 Anthropoid Anthropoid是什麼 還記得我們之前學過OID是什麼嗎 OID是像類似的 所以猜得出來嗎 看這張圖 同學可不要想是猴子 Anthropoid 是類人緣 就是像人的動物 類人緣 接著我們來看男性 male 男性的這個專業字首是 Andro A-N-D-R-O 我們來看舉的例子 Androgen Androgen是什麼呢 G-E-N 同學可能會想說 G-E-N我認得這個字首 這個字首呢 是跟產生有關的 產生男性的 所以是什麼呢 答案是男性荷爾蒙 像這個圖上面 這個圖畫的是這個 就是男性荷爾蒙 從這個膽固醇開始 一路合成 那合成到什麼地方 可以叫做男性荷爾蒙呢 這裡 左下角的這一塊 這些呢 都是 都可以統稱為Androgen 就是男性荷爾蒙 接著呢 我們來看女性 female woman 女性的專業字首呢 有三個 一個是G-Y-N-O Gyno 一個是G-Y-N-E 然後呢 G-Y-N-E-C-O 那我們來看舉的例子 第一個呢 G-Y-N-O 我們舉的是Genogenesis 同學會想說 我又看到Genesis Genesis 所以Genesis是production production of 什麼 woman 這邊指的是什麼呢 這邊指的是所謂的 磁核發育 磁性的磁 然後細胞核的核 磁核發育 磁核發育是什麼呢 磁核發育指的是 卵在精子的刺激下 但是沒有發生受精 只需要有精子的刺激 它就可以發育成一個個體 這個現象叫做Genogenesis 那這邊呢 這個圖片裡面 這種鈍口原 這種熔原 它就能夠進行Genogenesis 磁核發育 G-Y-N-E 我們舉的例子是Gynesium Gynesium是 植物的磁蕊 植物的磁蕊叫做Gymesium 然後G-Y-N-E-C-O 我們舉的例子是Gynesium Gyne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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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講過這是跟牙齒相關的 那Pedodontics就是兒童牙科 兒童牙科的醫師真的要蠻有耐心的 因為很多小孩子一看到醫生就怕得要命 然後更不要提說還要把他的嘴巴張開 然後看牙齒等等這些 Pedodontics兒童牙科 接著我們來看新的 為什麼要把新的擺在這邊呢 因為呢 他其實跟人還是有些關係 新的呢 他的這個專業字首是Neo NEO 我們來看舉個例子 NeoNatal 就是新生兒 剛生出來的小寶寶 皺皺的 那同樣的是Neo 還可以用來形容不成熟的 不成熟的東西 用這個 然後 最後呢 在這個第20課的第一個部分 最後要看的是老的 Old 老的呢 這個 專業字首是Paleo Paleo 那指的是 那個跟疾病有關的 疾病的那個部分我們放在那個 後面 應該是第24課 這個 那個Pasology呢 就是病理學 那Paleo 古病理學 是什麼呢 是研究呢 古代的人 到底是死因到底是什麼的學問 有的人對這個有興趣 像比方說呢 說誰誰誰是被一箭射死的 找到他的那個 這個屍體以後呢 可以做一些診斷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那個重劍死亡啊等等 那Paleo Pasology 像這邊這個照片裡面呢 這個 這個科學家呢 他正把一個這個 正把一個這個古人的屍體 放在這上面準備要做MRI 要看看說呢 他到底是哪裡不對勁 那個 或者是CT 這個基性 那這叫Paleo-Pasology 最後呢 我們來複習一下 今天學會了什麼 代表人 是 Anthropo A-N-T-H-R-O-P-O 男性 Andro A-N-T-R-O 女性 G-Y-N-O G-Y-N-E 還有 G-Y-N-E-C-O 代表小朋友 P-D-O P-E-D-O 代表新的 Neo-N-E-O 不成熟的也是 Neo-N-E-O 然後 老的 Paleo P-A-L-E-O 好 第20克的第一個部分 到這邊結束 下一次回來 我們要把第20克結束 然後呢 那個 接著呢 我們就準備要進到第21克囉 回去要記得複習 好 那個 不要忘記 要跟上進度喔 Until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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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